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三知识,妙法连法经现在讲到第20评讲完 现在要讲如来神力评第21语,经文在第385页 《法华经》一共有七卷二十八平 这一部经的科判跟普通一般的经稍稍有点不同 而智泽大师当时把这一部经它的主要的内容封为 智本两门 智门开全显十 就是会三归一 而本门开尽弦圆 就是说明释迦世尊成典之前已经成佛 那么以后的成佛度众 那是世线的四季 所以叫做开尽弦圆 而因此一部经的科判就分为第一 续分的通虚啊 六种正性的通虚 叫做通虚基本两门 从法起虚 也就是别虚以下 叫做别说基本两门 那么一直到上次讲完的常不清菩萨评 叫做别说基本两门 那么这个前一段 禁门也有续分正中分流通分 从第十五瓶 从第永处瓶开始 到前面的第二十瓶 常不清菩萨评 这个叫做禁门 叫做本门 本门开尽弦圆 一样的有续分正中分流通分 上次讲完的常不清菩萨评 就是本门的流通分的最后一瓶 现在从这个如来神力评以下 后边还有八瓶经文 因为这一部经一共有七卷二十八瓶 那么前面已经讲了二十瓶了 从如来神力评第二十一开始 到普贤菩萨评法评第二十八为止 这八瓶叫做流通基本两门 也就是基本跟本门的总流通分 后边有八瓶经文 总以流通前面所说的基本两门的道理 那么因为这个后边三瓶 这个八瓶经文分作三段 这个主来神力评第二十一 跟主内评第二十二 这两评叫做富足流通 就是佛把这个大法 富足给菩萨们流通这个大经 从妖王菩萨本世评第二十三开始 一直到第二十七 妙庄严王本世评 这五瓶经啊 叫做月化他劝流通 化叫化他指众生 月叫化众生方面的道理来说 劝后悲菩萨众流通这个法法经 所以叫做月化他劝流通 这个科判呢 在经文的书名上都有啊 第三最后一瓶 普贤菩萨劝发瓶 那就叫做月自行劝流通 自己修行 月菩萨道上自己修行 来劝导流通这个法法经的道理 所以后边的后边的八评经文呢 有这三段的意义 先讲富足流通 那么其次讲化他流通 最后讲自行流通 那么现在就先讲第一 富足流通 这个富足流通的经文良品啊 第一就是如来神力评 神力评说明菩萨寿命红经 从地涌出菩萨 接受佛的辞命 要弘扬这一部大经 那么第二主内评说明如来摩顶富足 那么主内就是佛 伸出他的神力之手啊 摩所有的菩萨的头顶 嘱咐他流通这个 这一部圣典 现在讲第一 神力评明菩萨寿命红经 就是如来神力评第21 如来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 神力这一品经理啊 说明释迦牟尼佛要富足之前 显出十种神通伟力 那么也就是成佛果的究竟本能啊 显现出一部分 那么表示这个大法 它的功能审大 能使一切众生究竟成佛 而把这个法要交付给菩萨众 去弘扬流通 所以叫做神力 神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佛所成就的不可思议的境界 它这个力量 以这个神通的妙用 显现出来 所以叫做如来神力 这一品讲这个道理 所以叫做如来神力评 二十八品经当中 现在这里是第二十一品 所以叫做如来神力评 第二十一 那么下面的经文 就是按照科判的 明菩萨寿命红经 经文有常文 有俱松 按照这个文体啊 分两段 第一 常文 第二 俱松 常文有三段 第一 菩萨寿命 从地用出菩萨 接受佛的辞命 要弘扬这一部经 第二 佛献神力 也就是这一品的正宗 佛要显现出 他的神通伟力有十种 第三 解药劝持 总结前面经文的要义 劝导所有的众生 要弘扬受持这一部法法经 所以叫做解药劝持 现在先讲第一 菩萨寿命 接受佛的使命 看出经文 儿时 天世界 维尘灯 维尘灯 菩萨摩河山 从地涌出者 而时 就是常不清菩萨 评说完那个时候 天世界 就是这个大天世界中 指这个娑婆世界的三天大天世界 从地下面涌出来的菩萨 有维尘数那么多 维尘 最维系的尘 因例 算一位菩萨 那么这么多的菩萨 从地涌出的 从 由世界维尘数那么多 等于其他所有没有列明出来的一切菩萨 都是大菩萨 所以叫做摩河山 从地涌出者 就是前面第十五品啊 从地涌出品所讲的 从下面 从地底下 冒出来的 涌现出来的那些菩萨 现在都来到佛前呢 表示 发愿要弘扬这个大经 皆以佛前 一心 合掌 蘸养尊严 这些从地涌出的菩萨们 通通来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咒之前 尊严 专一齐心 何时执掌 何掌 表示身口意三叶清净的 对佛恭敬 尊严 因为佛坐在法咒上 那么菩萨 那么菩萨望上看 所以叫做娘 瞻死看了 尊严 就是释迦牟尼佛至尊的颜貌 就是他的这个相好庄严 嗯 这些从地涌出菩萨 来到佛前 嗯 看着释迦牟尼佛的词言 嗯 然后 耳白佛言 丙白于释迦牟尼佛 出了下面 发愿要红金的这个言词 言字以下 就是从地涌出菩萨说的话 世尊 我等 以佛灭后 世尊分身所在国土 灭度之初 当广说此经 这就是发愿红金呢 嗯 世尊指的释迦牟尼佛 嗯 我等 就是从地涌出菩萨自称 我们大家 嗯 以佛灭后 这是说明他红金的时候 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等到释迦牟尼佛 这一身的视线 说法圆满了 入灭以后 嗯 佛入灭以后 那么然后说他在哪里 要弘扬这部大经啊 世尊分身所在国土 灭度之初 不但是在娑婆世界 释迦牟尼佛 啊 入灭以后 在这个世界红金 乃至十方世界 那些 释迦牟尼佛的 释迦牟尼佛的 四限的分身 就是之前 а 释迦牟尼佛呀 释迦牟尼佛的分身 那麼分身的 释迦牟尼佛 controle 所有灭度的,分身诸佛也要实现灭度,表示他的化缘已毙。 那么那些分身所在的地方,所有的国土,那个分身的佛,如果入灭那个地方,灭度之初。 就是分身的佛国,那个分身佛如果入灭了,这些地方我都要去广说此经。 所以当广说此经,当是应当,这是表示菩萨呀,他一件承担,我要负这个责任,佛入灭以后,因为佛在是佛会说法呀,佛入灭以后世界没有人说法,那么这些菩萨就发愿了,我又到佛入灭的地方,无论是在这个苏波世界不灭度以后,乃至十方世界,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分身佛入灭以后,我都要到那个地方,应当我会负责详细讲说这部法法经。 广说广说,广详细,详细的讲说这部法法经,此经,就指前面讲的法法经的教理,诸法实相,使众生开始误入佛之之间。 下面说明他发这个心愿的用意何在,所以者何?所以我发愿到佛灭度的国度,国度去弘扬这个法法经的用意何在呢? 下面说出他的原因来,我等,以自愿的是真净大法,受词,读,诵,解说,书写,而供养之。 我发这个愿的用意啊,我不但是要做弘扬佛法使众生得利益的事业,一方面我们还在菩萨道上正在进修,我们自己啊,也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大法,来自己修持。 所以,义自愿的,我也希望我自己要得到,愿就是希望,希望要得到这一部真净大法,真净大法,指这个法法经,这个法法经就是真净大法。 法法经讲的诸法实相的真义,所以叫做真,前来所讲的道理,都是讲的诸法实相,所以叫做真,这是实义,真实的实义,静,全巧方便的妙用叫做静,清静。 虽然,虽然度众生有许多,虽然有许多千巧方便,但是他这是度众生的妙用,清静而没有副作用,所以叫做静,什么叫做大? 全实不二叫做大,既全而实,既实而全。 说诸法实相是实,诸法实相自理,全巧妙用来度化众生,那是全,全的当体就有实,实的当体就有权,全实不二。 这种法,树穷红编,所以叫做大,所以叫做真净大法。 不但是为了要红法的责任性应当要这样做,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在继续修行啊,我们也需要这一步大法呀。 我自己要受词,要读,要读,要讲说,要书学,这就是前文所说的五种法师了,而供养之,那对于这个大法呀,我要供养公敬,那么好好的自己来修学,那么有这个缘故啊, 所以我要发愿,所以我要发愿,为了自立立他,自行化他,所以我要发愿,弘扬这一步大经,这就是菩萨寿命红经。 下面第二,佛献神力,释迦牟尼佛听到这些菩萨都发愿要弘扬大经,那么表示他一方面欢喜, 那么得到这些菩萨来继续弘扬佛法,使众生得到大利益,所以就他把他自己的本能啊,本有的一切神通之力,显现出一部分来,做这个鼓励菩萨,弘扬大法, 使众生得到大利益的这一种的功用方面呢,使他坚定他的信心,那么因此佛就显现神力, 那么第二,佛就显现神力有两段,第一,月所对总标,第二,月所表正线,第一月所对总标,就是当时对着这些人,这些菩萨,乃至天龙八部,零三会上所有的大众, 那么总一标明,他要显现神力的所对之众,所以叫做月所对总标,当时在零三会上,佛对这些大众啊,面前显现下面的十种神力,先总标说,他所对之众,所以叫做月所对总标, 第二日所对总标,第二日所对总标正线,那么在后文,先把这个所对总标的文字,先说完, 而时世尊,于文殊司律登,无量百千万亿,救助娑婆世界,菩萨摩佛山,下面列出所对之众, 而时,就是从地标出菩萨在佛前发愿红金,那个话说完的时候, 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就在零三会上的法周上,对着当时的听众,以文殊菩萨为上手, 一就是在,在零三会上,这些听众当中,菩萨众,以文殊菩萨为首领, 这文殊司律登,那么文殊司律领导的是金门,前面金门所有的菩萨众, 金门所说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丹,诸大菩萨, 那么在开拳显示的时候,文殊跟弥勒的对问答, 他是属于这个金门的菩萨众的领导者, 所以文殊司律登总包含金门的菩萨众, 无量百千万亿救出苏婆世界菩萨摩佛山, 无量百千万亿的这个数目支,前后两间, 怎么前后两间啊? 第一,说前面文殊菩萨所领导的金门的菩萨, 也是无量百千万亿, 显示文殊所领导的金门的菩萨众, 也是很多,无量百千万亿那么多, 也在领导会上听法, 一方面也说后边的救助菩萨是无量百千万亿那么多, 所以这个无量百千万亿的数目支是两间, 间说前面金门菩萨无量百千万亿, 这是灌钱, 那么同时说明救助苏婆世界菩萨摩佛山也是无量百千万亿, 这是连后, 所以这个数目支啊, 一个数目支说前后两类菩萨都是无量百千万亿, 各个无量百千万亿, 文殊领导的金门菩萨无量百千万亿, 再往下的救助苏婆世界菩萨摩佛山也是无量百千万亿, 什么叫做救助菩萨呀? 这就是指的地永菩萨, 从地永出品的菩萨, 那个前面第十五品从地永出的菩萨, 它本来就是住在苏婆世界这个大地之下, 从来就是住在这个地方, 它是救助的, 不是新来的, 所以从地永出的菩萨叫做救助的苏婆世界的菩萨, 也是无量百千万亿那么多, 就是前面所说的维生丹菩萨摩佛山, 那么这是所对的菩萨众, 即诸比丘尼, 游婆赛, 游婆依, 这是佛在林三国上所有的四种地子, 里面包含回潮向大的声闻众, 乃至所有的四种地子通通包含在里面, 比丘比丘尼出家日众, 游婆赛游婆依再家日众, 天龙以下八部中, 复法中, 林三国上所有的天龙八部的复法, 也对着这些大众显现下面的审理, 天龙叶叉, 前大婆, 欧秀罗, 加罗罗, 吉诺罗, 摩河罗切, 这个叫做八部, 八部的名目前面讲过多次了, 现在不必再讲, 人, 指人道众生, 就是我们六凡法界里面人道众生, 人, 非人, 除掉人道之外, 鬼道, 欧秀罗道, 都可以包含在里面, 那么不是人的其他各道众生, 也包含在里面了, 就是非人, 非人, 非就不是了, 不是人道众生, 那就是鬼神之类, 等于灵参会上, 所有的听众通通包含在里面, 所以说, 一切众钱, 一切大众之钱, 一切总包, 总包夸之词, 所有的大众通通包含在里面, 所以叫做众, 所有的大众通通包含在里面, 佛在这些大众面前, 献大神力, 献出广大的神通力, 来表示啊, 要付诸大伐流通的意义, 那么这就是越所对, 所对的大众, 先总标出这个所对之众, 下面第二, 越所表正线, 什么叫做所表啊, 表, 表伐, 这个神通力里面有所表现, 表示伐意, 也就是说, 借这个神通的表现啊, 显示出, 佛要付诸大伐的他的用意, 所以叫做所表, 越所表示的意义啊, 正显现出他十种神通, 所以就是, 越所表正线, 那么下面的这个首线的神通啊, 有十种, 那么这个十种当中, 科幻就列出这十种来, 但是往往一段经文里面包含两种的, 那么有的时候第一句是一种, 第二句就两种, 那么说语包含两种的意义, 那么这个十种啊, 第一, 出摄像, 出这个广常摄像, 第二, 毛空放光, 佛的全身, 所有的毫毛的毛空, 通通通通通通放出光明来, 第三, 庆刻, 庆刻, 什么叫做庆刻啊, 要讲话的开口声呢, 打M, 要讲话, 这就是庆刻, 第四, 坦直, 坦直, 这个叫做坦直, 坦直啊, 第五, 地动, 呃, 03会上所有的大地六种震动, 第六, 普建大会, 死方世界众生, 呃, 在佛光中看到林三会上的大会, 第七, 空中畅生, 死方世界众生看到这个林三会上的大会情况, 可是他不了解这是在做什么, 啊, 好像看到无声的电影一样, 不晓得里面做什么, 那么因此空中有天人啊, 对死方世界的大众宣布, 说苏波世界, 释迦牟尼佛在说法法经, 所以叫做空中畅生, 空中就是天上的, 天人在虚空中啊, 为死方世界的大众宣布, 呃, 苏波世界的现在这一幕, 啊, 八, 遥归命, 遥远, 啊, 死方世界众生看到这个情景, 已经知道了, 释迦牟尼佛在讲法法经将有圆满, 啊, 那么大众看到, 三欢喜心, 三恭敬心, 啊, 从遥远的地方向苏波世界, 归命释迦牟尼佛, 所以叫做遥归命, 第九, 遥供阳, 死方世界的众生看到灵三会上的殊胜境界, 遥远的地方啊, 拿出种种香发灯, 啊, 往苏波世界来显现供阳, 第十, 死方通达如意佛图, 这个时候, 藏佛的伟神, 那是死方世界合成一个世界一样, 啊, 这是第十, 下面的神通有这十种, 啊, 经文里面往往一段就是有两种, 啊, 现在第一段文, 就是第一, 出色相, 第二, 毛空放光, 是两种同时并说, 看着经文, 出广场色相, 色相, 出广场色, 上至犯事, 出广场色, 上至犯事, 这就出色相, 这两句, 出色相, 啊, 一切毛空, 放于无量无数色光, 皆是变造十方世界, 这是毛空放光, 这一段是指的, 本尊释迦牟尼佛的现象, 现的神通力, 不但本尊释迦牟尼佛现这个广场色相, 跟毛空放光的神通力, 还有珠宝受下的分身诸佛,